经历越多,积累越多,藏在心里的就越多,把坏的抛弃,好的留着,沉淀后化成无上智慧,人生想灭苦就必须修行,修道,历史上所有的战争,都是因为人类的无知,贪婪的欲望所造成的,无数人的宝贵生命,就这样因此而失去, 幸福简单的家庭因此而破灭,愁能要人命,岂能伤身体,时时刻刻接受改变,认真对待改变,拥抱改变,面对未来,承担,是为了学习,为了责任,走更远的路,名利双收,贪得无厌,要求无止境,心就会空虚, 心灵无法突破,会走上绝路,诚意的人认错和道歉是智慧,多,不知足会变少,少,知足会变多,小胜平质,大胜靠德,累了就把心靠暗,错了就不要后悔,苦了才懂得满足,痛了才享受生活, 伤了才明白觉悟,善计医社义务执行主席,拿督斯里卓顺发太平绅士与您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